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人长得很拉风 村里养猪是精英 没车没房没寸款 拉得饥荒没换清 对方收入无所谓 尊老爱幼近长辈 洗衣做饭都得会 还得捏脚和锤背 那个 头回相亲没经验 只求一生永相伴 结婚以后别嫌乱 家里孩子一大片 什么玩意儿 啥玩意儿啊 我来相亲我还没结婚呢 怎么就孩子一大片呢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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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酒 我只比你大一岁 辈儿大 当外人面 别叫我酒 那我叫你啥 叫大哥 哦 大酒哥 哎呀呀呀 来来 你听我说 我这次是奉了你妈 我大姐大的旨意来陪你相亲 看 这都是我给你挑的 全是精英 这是给我找的吗 拿错了 这是你旧心目当中的乖亚军 这是你啥眼光啊 眼光怎么了 这个 杨柳细腰 这个 小巧玲珑 这快一张呢 这是被淘汰的 错了 错了 来来来 就这相亲大会你已经来了第十次了吧 大姐大已经发话了 只要你不找 我就别想好 你要找不到男朋友 我就当一辈子单身狗啊 来来来 就就求求你 就求求求吧 那行吧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心里有人了 有人了 谁呀 靠山腿的 叫腾飞 哈罗卡 救命恩人呢 走 来找他去 找不着 十多年前他出去创业了 那你俩咋认识的 他跟我说过话 说得可亲切了 怎么说的 再见了 富老乡们 这不就是和全屯子人道别吗 听着声音甩的挺远呢 你当时在哪呢 我就在树叉上的 他一回手 我一动 夸叉一下 我就掉下来了 没信了 这么多年 人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吧 我都打听好了 他现在还单着呢 今天的相亲大会啊 他也来 来来来 你听我说啊 今天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小伙 你别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 你再瞅瞅 万一有何事的呢 我瞅啥呀 瞅啥你瞅啥 啥都入不了我法眼 就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 你把盖摘下来再瞅瞅 哎呀妈呀 黄眼了 来来来来来 我帮你找找来 这小子长什么模样啊 最高人的就是他那小眼睛 多小 就这么跟你说吧 得亏肉皮不合 要是合的话还得长死 顾奇眼啊 多大岁数 83年属猪的 不是80后范围有点广了 太多了 你别往83年上看呐 你一往38年上扫描 他长得比较着急 38年 哎哎 找着了啊 找着了 找着了 这咋让我看 你瞅瞅瞅瞅 那不就在山头上立着嘛 上面写着 生于1938年 去年没的 我让你扫药 我没让你扫木 不是阿蕾蕾蕾 你都知道他今天要来 怎么把养猪的衣服都传出来了呢 你刚才干活 没来机会 你咋快啊 这都拿着 快快快 把衣服换了 把衣服换了 舅 啊 你要看见他 你别说我是养猪的啊 咋了 人家是女孩 还不好意思了你 找找找啊 帅他 你说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让我相啥亲呢 啥 想抱孙子呀 我告诉你 这些年我在外头啊 竟装孙子了 你抱抱我抱 你咋又骂人呢 爸 行我到了啊 你放心啊 大哥 这边是那个靠山屯的相亲大会不 哎呦哥们 挺眼神啊 哪儿的人啊 我是靠山屯的 等会儿 靠山屯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啥人啊 靠山屯他们家姓藤的 我们靠山屯抖姓藤啊 那个83年的 83年的20多个的 20多个 出门创业的 这创业的是200多个的 200多个 叫腾飞的 叫腾飞的 那不就是我吗 踏破铁鞋 我露不着你 没想到 你个个在这嘎嘎蹦出来了 大哥你要是做事 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一步 等等等等 不是 这你相亲资料我看看 啊 帮人相亲是吧 对对对 看吧 我帮人相亲 我帮人相亲 快来人呐 就是他 我干啥呢 靠山屯腾飞 让我带着了 好 救啊 咻 啊 不是的 不是的 是你 你是 妹儿 哎 老妹儿 听着呢 你电话响了 你不听就给挂了吧 有点闹听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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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挺多的 资料它怎么一定来我跟你说 这萍水香风还帮我收拾资料 你咋还撕上了呢 那个资料没了 你招啥急呀 我能不着急吗 我来相亲的没资料 我咋想啊我 你不就是来搞地线的吗 就是啊 我跟你搞 啊 幸福来的这么突然吗 那个老妹儿啊 你看咱俩毕竟互相不太了解 这样吧 我做个自我介绍 不用介绍 你叫腾飞 83年蜀猪设首座 出去创业十多年了 最大的成就就是单身 你是算命的吧 我其实咱俩认识 认识 我一直在等你 姑娘你是不是等错车了 我出去创业十多年了 4080没几个人认识我 你忘了 你走时候跟乡亲们告别说 再见了 父老乡亲们 夸恰一下 要几个大姑娘 你看啊 啊 有这事 啊 你啊 我就是得夸恰 姑娘你贵心啊 我去喊 我给你说一下喊夸叉啊 当时我 不不不 我不叫喊夸叉 我叫韩磊 韩磊 你看咱俩都认识十多年了 我就开门见山吧 开门见山 我嫁给你得了 姑娘啊 咱俩就夸叉一下这交情 你说我也不了解你啊 没关系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韩磊 年龄比你小几岁 星座和你天生一对 体重是你的0.65倍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般配 老妹你这数学题 比我不大会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给我站着别动啊 不许动啊 来来来 我跟你说 刚才我给大姐大汇报了 她说无所谓 只要是男的活的就行 这小伙子条件不错 咱今天绑一带给绑回去 大姐大 绑回去 喽啊 喽喽 我先走了啊 哎呦 我 你给我回来 啊 其实还挺大啊 我以前是练摔跤的 啊 走不了了 你俩啥关系啊 哈哈 我是他哥 他是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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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哥 耍我呢 一个女的哪来大舅哥啊 你不用管那么多 反正我俩是亲戚 是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俩是干啥的 啊 你跟他说了呀 我说了怎么啦 我们全家都是干这个的 那我就问问了 像我这么大的好卖吗 你这么大的 比你大的我卖多少车了我 哎 你这么大的 你们干这个不害怕呀 说对了 一开始害怕呀 那家伙动手的时候叫的惨啊 是 可谁都得真大呀 后来我有经验了 凡是不老实的 我都给他绑上 嘿我就比较辛苦 体力活都他干 那你干啥呀 前期负责寻找货员 后期负责联系买家 你们还是产业链 嗯 最近市场好 价高 这标权你都预定不上啊 那交了钱是不是能给放了我 你这话说的 钱都交了怎么能放了呢 宰了呀 别过来啊 过来我就自杀啊 我招股了 你们卖不上好价钱 这怎么了小伙子 脑子有病啊 是不是看家人家条件太好 鱼对了激动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们家胆挺大呀我跟你说 怎么就胆挺大的了 我就是那不听话的 有本事你给我绑起来 我们家是养猪的 你们家养猪的 你们卖猪 你倒在说这是猪 你以为呢 我以为说我呢 你想的没 不是 你卖猪的 你卖猪的怎么像我这么大个的 卖好多车了 我们家呢 猪都租年儿的 个子都比你大呀 那怎么还寻找货源呢 那不得演技新品种啊 那怎么以后 交完钱还得杀了呢 不宰了你咋吃啊 追着屁股后头生肯呢 哎呀 哎呀 那你俩说的太吓人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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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现在也弄明白了 你们俩赶快抓紧时间 回去结婚去吧 去吧 结啥混呢 我还慌着呢 你让我跟他说 滕飞 你是咱们乡 第一个走出去创业的人 那个时候啊 我就挺崇拜你 因为你有梦想 也是因为你 我也开始创业 搞起了养殖 慢慢的我就发现 我忘不了你 我才知道 我是喜欢上你了 所以我决定等 这一等 就是十年 没想到 还等错车了 你走吧 哎哎哎哎哎 大小伙子哼哼唧唧什么玩意儿啊 人让你走 我这会儿我有点不大愿意动了 耍无赖是吧 你不走 我们走啊 来来走 我也不大想走了 要不我走 嗯 我是在走 哈 嗯 我拥有 paperwork 我叫韩磊 为了家乡振兴 一直在家创业 经营一个养猪场 我叫腾飞 出去创业十多年了 现在乡村也振兴了 村里机会也多了 我就想着回来发展 在村里跟人合伙个养猪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